在岳阳君山区临阁老的长江潜水区域 有条通往华龙码头的道路 两边的江水落差小了很多 只见被水淹没的路面上 一条条大鱼正在快速穿过 生怕被人抓住 这次他们没有跳水时那么张扬 也没有选择集体行动 而是化整为零 小心谨慎一条一条的过马路 他们的行程方案就是缩小目标 一个接着一个的单兵前进 也有两个在一起相互掩护的 穿过马路成功率最高的是鲤鱼 他们有的先跳到路边再游过去 有的呢则悄悄爬上坡直接游过去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对面水里 也有个别的功亏一窥前功尽弃的 这条鲤鱼费了很大力气 本来已经游到了对面 因为遇到一层颅尾阻挡 结果只好原路返回 好生遗憾 与鲤鱼不同的是 鲤鱼过马路之前 先进行跳水热身 不过他们过马路的能力 似乎没有鲤鱼强 而刚跳到马路上 准备向前面游时 却被流水冲了下来 当然也有不少 凭借自己的毅力成功通过 喜爱吃鱼的几只白鹿来到马路上 首鹿带鱼 鱼实在太大 即使在眼前跳几货游过 它们根本没办法捕捉 甚至一条鱼跳到路上 还把白鹿给吓跑了 为保护好野生鱼类资源 军山区鱼政部门和军山芦苇厂 联合组成的护鱼巡察队 对林格老加大了巡护力度 禁止捕捞 确保鱼类有一个自然安全的生存环境